我现在特3295次火车上 这样坐车去乌鲁木齐 昨天晚上从甘肃五威上的火车 买的卧铺上铺 在火车上睡了一晚 现在中午了 还有50分钟到乌鲁木齐 这档车昨天下午5点45 从兰州释发 今天中午1点04到达乌鲁木齐 刚刚经过吐鲁木齐北战 吐鲁木齐的温度特别高 40多度 乌鲁木齐相对好一点 23到35 现在31度 七八月份其实不适合来新疆旅游 因为比较愣 最佳季节是90月份 那时候就凉快了 秋天的新疆特别美 可以去北疆上秋 斜对面泛白的 那是盐湖 这个盐湖还比较大 也是个景区 新疆盐湖城 旅游景区 戈壁滩 戈壁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十多分钟到 把行李背上啊 这几样啊是在火车上买的 水果是十块钱两盒 吃了两根了 水 九块钱一瓶 这盒里面有人参果呀 洗个人参果吃 一般般不算好吃 没什么味道啊 站到窗口拍风景啊 这条团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门不开 从前面下车 人好多 现在火车票不好买 我是通过后补订单买的 后补订单是什么意思呢 我买的时候已经没票了 就是别人退票之后 会自动给你买上 乌鲁木齐我来过好多次了 一般来新疆都会经过乌鲁木齐的 以前都是从这里游的南疆 这次来主要是有北疆 出站 地下通道 这个站分为南北两个广场 看一下地图 我是从哪个广场出 乌鲁木齐站 上北下南 南广场相对繁华一点 这旁边有个万达 我就从南广场出 午饭还没吃 先去吃饭 然后找住宿 去北广场的居住 因为北广场南边朝着市区 乌鲁木齐站 乌鲁木齐的大部分景点都给大家拍了 想看到可以在首阅搜 一个轮球中国乌鲁木齐 好山呀 公交站 不同的颜色是不同的线路 新疆的拌面呢 比较有名 搜了一下 去我923米 有家托克逊拌面 去哪吃 天咋 大量的山坡 有家托克逊 啊 这些人 到了 托克逊拌面 价格表 拌面 这么多钟 盖饭 大盘鸡 还有炒面 就吃拌面呢 老牌过油漏 三十 小白菜过油漏 辣皮子 拌面 茄子拌面 西辣蛋拌面 第一个一般是最有特色的 就这个老牌过油漏拌面 你好来个老牌过油漏和谁说 老牌过油漏 面是拉面 和兰州拉面做法差不多 前面有喝的 老板给我弄 我先喝点茶 好 老了 好 谢谢 桌上还有蒜 草麦茶 面和卢单独一盘 倒进去 分两个挺足的 面 特别劲道 很有嚼劲 过油漏 辣椒 木耳 吃完了 在这休息会儿把这速定好 106的324的264的 因为现在是忘记吗 价格还是比较高 314 386 285 我就定第一个吧 第一个为什么便宜 因为这个是轻驴啊 里面是床位房 关聚一堂 10轮床位房 一张床啊 是106啊 8轮间的是112 女生4轮间124 男生4轮间124 青蛇 日式投影 榻榻米 零压大床房 312 最下面这个是单间 盯着个四轮的吧 124 看一下图片啊 看着还挺干净的 下单 店呢 拒着不远 就在万岛旁边 青旅啊 我178点的时候经常住啊 价格都在50以下 30的居多 6到10月份了 是新疆的旅游旺季嘛 所以会涨价 要是冬天来的话 就便宜了 在楼上 哇 好多行 哎呦 这有猫呢 好多行李 发了一个手环 这个就是腰脂 我那个房间在这边 17号床位 哪个是17啊 刚才下面那个有人啊 不能随便歇 我这个也有人 哦 这个是好 哦 就上面这个 行李先玩桌上 床上还有拖鞋 把门关一下 卫生间 洗澡的 干湿分离的呀 两个洗漱池 经济上还有储物工啊 比我以前住的清理干净啊 衣服可以晾智 还有烹调 挺凉快的 床上还有个小灯 这个帘子拉起来 私密线也挺强的 这房间我挺满意 很丝吧 我今天就做了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